草屯鎮南埔里内许多巷道路面及农路 因年久失修导致路面出现许多坑洞 而在县长及议员会康过后 县长也允诺将会立即施作改善工程 草屯鎮南埔中华区 这些农路都排到很严重 今天特别来检查 由我们建筑生和建筑庭议员来背动 建筑庭议员建筑庭肯定县长的施政作风 解决附近居民长久以来的困扰 因为等级以来都二十五年二三十年 都没有在围修 都蓬蓬脚肯定 刷着有的葡萄太大 高低落差太大 常常发生车有人摘下 甚至没有出任命的这个问题 管长这厨利用这个时间 把我们南埔里有几个条山脉的浪漏 都来向上心来捕捉这个屁油 让我们处置南部的居民 处置更加方便 更加安全 县议员检师生感谢县长的帮助 不仅解决地方的困扰 也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其实在县长及议员会康后 能够紧速施作改善工程 不仅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也降低农民运输时的损失 记者李永胜草屯采访报导